优酷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徐璐 在海上墓云剧中饰演苏宇宁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11月21号的时候 到优酷看海上墓云剧 最近正在我大优酷热播的 九州海上墓云剧 徐璐在片中饰演的苏宇宁 是多少妹子们羡慕的对象啊 不光有个皇后命 更重要的是 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大胆表白 没错 在剧中徐璐扮演的苏宇宁 就像窦霄饰演的 慕如寒江表白了 本是一场虐欲爆单身狗的戏 不过万万没想到啊 在拍摄那场戏时 听到徐璐表白完的窦霄 无情笑场 居然还笑掉前崖 徐璐这下可是抓住了窦霄小辫子了 时不时的就嘲笑一下 也不会 因为也不是第一次演戏 就会觉得只是工作 没接触之前 觉得是一个酷酷的大男孩 应该不爱说话 但是接触之后就发现他很有趣 很有意思 在片场也会活跃区分 也没有接受不了 我也觉得很好笑 这件事情怎么能把牙笑掉 因为那场戏对我来说 是还蛮重要的一场戏 但是他就 我也特别懂他 他就装死 然后就装晕倒 然后我又在他旁边说话 那个气氛又很尴尬 他会觉得想笑 我说一遍他笑一遍 说一遍笑一遍 就我那时候就 好像把他打晕 然后结果牙掉了 就马上去补牙 好开心 也会 在片场我的时候会说 剧中的徐璐大胆施爱 舍货中的他却有点相反了 还没有主动表白过 不过徐璐爆料 他若是苏宇宁的话 感兴趣的是朔丰和叶 朔丰和叶 朔丰和叶 很多的建议 慢慢找到了感觉 新族恐惧症 真的全都是前辈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 跟他们演戏 然后 之前演的戏都是像偶像剧 比较贴近自己 然后都是一些青春笑眼类的题材 然后突然接触到 就这么大的一个IP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世界 你会想说 我在那个世界里 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又是一个心灵皇后 那他的成长是应该什么样子 他的动作应该什么样子 我都是未知的 我觉得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在找他的一个过程中 导演给了我很多建议 然后给了我很多方向 演员也在帮我 就慢慢的 你会对苏宇宁 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熟悉 比如说导演之间 觉得我的动作会有一些快 我的节奏会有一些快 因为都是按照现代戏的去演 但演到这部戏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去慢下来 沉下来 去心里想玩 然后再去说这句话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导演都会 一点一点一点地教我们 提及苏宇宁 大家对他的印象 还有一个就是 浓妆和奢华服装 观众们是大饱眼福了 演员可就辛苦咯 据说每天要花费 至少两个小时装扮 我觉得是角色需要 你必须要有一场 需要压得住大家的一个 那样的妆感 我觉得在服装造型上面 也帮助了我很多 完成这个角色 大婚妆要两三个小时吧 因为那个妆不太好画 然后衣服又很繁琐 所以那个时间比较长 像平时的装扮的话 两个小时左右 北京报道